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环保署的资料 它叫做环境资源 环境资源资料库 你要跟着我一起做 环境资源资料库 然后第一个环境资源资料库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 资料下载 你觉得环保署的资料多不多 多 我真的要告诉你 他们的资料部署气象局 好 点选资料下载之后 你稍微看一下 还有大气资料 你觉得台湾的大气监测资料 大概从民国哪一年开始做 应该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注意这件事了 他们就开始每天都去搜集资料 每日每小时在搜集资料 好 请问是不是还有水 环保署吗 环保署的资料 它有监测大气水土地其他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先告诉你如何下载这个网路资料 可以哦 你要你要记住一件事哦 你要记住一件事 那个 我提 我提供给你们这样子一个参考 像例如说 例如说 我们这边是就是北回归线经过的地区 然后在这个地区上面有很多个国家 假设假设你今天你分析 你分析哦 如果说你用全球化的角度来去看 哎 这也是一个还蛮不错 值得来去做报道的 好 决定来说好了 我们说哎 这这个地区的一个最适合安排选举 如果说说受到天气的影响 那最适合在几月来去做 做安那个安排选举这件事情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 有近三个月 近半年近一年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去看一下哦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我我现在要来找的是 从什么时候的大气资料呢 我从2010年开始 2010的1月 1月 然后到什么 2012年的12月 也就是这边是不是有 三年 2010,201,2012 整整三年的资料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哦 那个台差市市长就因为什么火力发电厂 导致空气污染下台 去年才发 前面 去年吧 不是吗 是 好 可以吗 所以 所以关心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哦 点选这个搜寻 2010年1月到2012年12月搜寻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二 二 选择下列域下载的资料 资料集 我要下载的就只有空气品质 各位有听过PM2.5 对不对 PM2.5 你觉得PM2.5最糟糕的县市 是哪一个县市 猜猜看 不是高雄第二 他说第二 那你觉得哪一个县市 会是第一 不是 但是就在那附近 也不是云林 云林也很糟糕 还有哪一个县市 我再给你五次 你可能 你可能说什么 你答对了 他说加义市 对不对 真的是加义 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 癌症发生率 全台第一 为什么 公害防治 就是检举 什么 这里有乱丢垃圾 那里有垃圾污染 检举数最高的 不是台北市 你不要以为台北市很爱检举 嘉义市 好 空气最糟糕的一个县市 嘉义市 太神奇了 我们等一下来去看一下 好 既然你们还这么 其实我本来都不知道嘉义 真的不知道嘉义是这样子 那是因为嘉义市政府 嘉义县政府 嘉义县政府 他请我去 教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想总要 拿点在地的资料来分析 哇 看到那个 癌症资料 嘉义第一 真的越看越 越伤心 嘉义有好多个D 但是我们最好是要知道 为什么 他会拿这么多个D 例如说 PM2.5 等一下我们先去看 那个嘉义市 是不是第一名 然后接下来 你可能就要去研究分析 为什么他是第一名 再等一下 我们下载完这个资料 再下课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大气 然后空气品质 日监测值 点一下这个加 然后接下来呢 他说大概1MB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你要输入这个 我这边看到是 小写的P 大写的M 94 7 B 然后送出 然后他就让我去下载 可以吗 我这样就可以下载 这三年 环保署下载资料 今天是10月30号 然后几点几分 好存档 我就放在下载里面 你自己去下载 自己去下载 好 那我现在我要教你是 当你今天打开这个资料的时候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这个资料 哇 这个资料可吓人了 我们来去看下载 这个环保署资料下载里面 这个是这个环保署下载资料 我先把那个其他我已经算过的资料 我就先把它删掉好了 好 针对刚刚下载下来的资料 它是一个压缩档 所以我把它做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呢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 它跑到最下面去了 环保署下载资料 2019年10月30号 你看 这边一个月 一个资料 这边是不是 2010年1月 2010年2月 2010年3月 还有 还有 在这个地方 你知道全台湾测那个空气品质的这个点 台北是有多少个 是不是一个还是很多个 应该很多个 对不对 还有 他是不是每个小时都要去监测 对吧 所以 每个小时 每个监测点 全部都要来去监测 然后我们来取 这个 这个监测站的一个平均值 还有 现式的平均值 然后我们来去看 所以 这个数值算出来应该还蛮精确的 好 那我们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堆有档案 总共36个月 因为三年资料 是不是有36个月 所以 所以这36个档案 都在这边 好 请问以前 我们要分析这36个档案 我们会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不是会把 例如说 1月这个档案打开来 2月这个档案打开 2月的这些资料 把它全选 然后复制 然后贴到1月现有资料的下面 对不对 这个观念在资料库里面 我们叫做Union Union 知道吗 就是1月的资料在这一块 然后2月资料 3月资料 4月资料 一直被推排到 第36个月 请问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你以后到公家机关 你一定会经常做 除非你的主管 不想看前后关系 就这几年的前后关系 他每个单位都算完 当年度的分析 可是如果我今天 我做主管 我一定会要求说 既然你都知道单年 为什么不知道 当年跟前一年的比较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觉得重不重要 同期比较 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你是不是要有一个资料 把它1月2月3月 把它全部都整理在一起 来去做资料分析 对不对 现在做这个资料分析 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用跑别 所以我等一下呢 就要告诉你 现在这36个档案 如何合并 一起做资料分析 为了节省时间 我现在 没关系 我等一下做得也很快 所以 我还是先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所以我再去下载2013年 2013年 1月到2013年12月 2013年1月到2013年12月 搜寻 搜寻之后 空气品质日监测值 加 然后 也是1Mb 好 F65HN4 然后点选 送出 下载 好了 我先不做解压说 反正就是我已经有了 2010年到2012年 这些资料 好 36个档案 36个档案 然后我把这36个档案 36个档案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例如说你打开第一个档案 好了 它里面 它里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就是说 各县市 这边不是只有台北市 是各县市 这里面是不是会看到 各县市 像例如说有台北市 你拉下来一点点 就会看到新北市 新北市完毕之后 就会看到可能桃园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桃园市 好 更什么新竹市 苗栗县 全部都有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各个观测站 好 例如说 1月31号 这个观测站量出来的数值是什么 1月31号 这个古庭观测站 所量测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好 那所以我们到时候去算出来的PM2.5 这边有一个气悬浮为例PM2.5 PM2.5的平均值 我觉得应该是蛮值得我们来去观看的 PM2.5要小于好像是30左右 然后35以下 然后PM10要小于55以下 好 这都是查询得到的 请问气候跟我们应该会有一些关系 应该跟会不会得癌症是有关系的 那目前就是研究气候跟癌症相关的 好像是成大有这样的系 好 那我们现在我就先把刚刚那椅子要关掉了 我现在是不是要用Power BI去做分析这件事情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就先打开我桌面上的Power BI 打开Power BI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做所谓的这个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我刚下载下来的资料 你只要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资料 尤其是像资料库 它几乎都是做那个CSV档案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取得资料选择文字CSV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可以去看下载里面 因为我刚刚是直接放在下载里面去做解压缩 所以直接去找到那个资料夹 这个环保署下载资料2019-1030-1930-35 这个2019-1030就是10月30 19点30分35秒 好 点选这个资料夹 可是可是它是一个资料夹 它是一个资料夹 所以你用CSV去开是不行的 所以这边请选取消 所以它在这边特别特别增加了一种开启方式 就是资料夹 也就是取得资料里面其他 然后接下来 你可以在档案里面 档案里面找到资料夹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设计 那Power BI是这样子设计 Tabular呢 Tabular它是直接把相同类型档案 一口气全部汇入 然后你直接在做Union 好 技术上Power BI是超Tabular的 这点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所以其实你学 你最好还是学那个 就是Tabular 对你将来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我们来去看档案底下 是不是有一个资料夹 然后点选连接 接下来你就要去把这个资料夹的路径找出来 资料夹的路径会找吗 是不是点这个浏览按钮 点这个浏览在这里 浏览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去找本机 用我的下载在本机这边 下载里面有一个环保署 20191030193035 然后点选确定 这样子的话 我就有 我就找到这个资料夹 然后点选确定 可以吗 他就像那个开启旧档 然后他这边他会列出来说 这里面有非常多档案 有2010年1月 2010年2月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36个档案 全部都列表 列在这个地方 这边只是给我们看一下而已 也没什么特殊的 然后接下来下面 下面这边重点是我们要选择合并 合并 合并这边是不是有两个合并与转换资料跟合并并载入 我们要选哪一个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合并并载入 合并并载入 在下面合并这边有一个合并并载入 什么叫合并就是1月这张资料表下面要放2月资料表 再放3月资料表下面再放4月资料表 这个观念我们叫做union也就是中文你要是翻翻成叫做合并 那之前我们是不是做过关联 例如说进货资料表跟退货资料表 这叫关联对不对 它叫做cross-join 就是聚合 聚合cross-join 好 点选合并并载入 请问你现在看到的 请问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都是正常没有乱吗 对不对 可是我要特别提醒你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阿拉伯数字 它是不是靠走对齐 这个是文字靠左对齐 这个是日期靠左对齐 这边又出现了数字 靠左对齐这件事 这些都是数字啊 靠左对齐你们觉得合理吗 不合理啊 应该是靠 应该是靠右边 右边来对齐 而且几乎所有的数字都靠到左边来了 为什么 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情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又要去做编辑查询 所以编辑查询 这个ETL工作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点选确定 然后看到出现什么状况 他现在正在下载中 请问一下他这边是不是出现很多错误 你们的错误有几个 52对不对 我的也是52 好 你们想不想知道 这52个错误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错误 应该会想吧 应该会想吧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真的 真的 有很多 有很多人会想说 反正我这里面那么多 这么多个资料 每一天的资料都有 我不差这个52个资料 好 这是不对的 我建议各位应该要先去了解一下 总共在入了82,000多个资料列 就是记录 然后52个错误 这52个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你至少要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的错误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检释错误 点选检释错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等一下 他真的会跑出来 还是他已经跑出来 已经跑出来了 跑到 跑到幕后去了 这边 你点 点下面这个资料夹 然后这边 是不是有看到 另外一个 这边就是 他直接打开 Power Query编辑器 Power Query编辑器 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上次是不是点资料编辑 是不是打开这个 Power Query编辑器 然后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好 你应该看不到这边有错误 但是我们移到右边 但是我们移到右边 移到右边 好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是不是 Dash Dash 有看到 这是他的第一笔记录是什么 第一笔记录是Dash 请问Dash是数字还是文字 这个减号 加减乘除的减号 它是数字还是文字 第三天都没有反应了 你应该知道数字就只有10个 对吧 对 这个 这个 这件事情是我们中国 多久年 就是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人 就知道的事 对不对 有没有减号 数字里面是没有减号 对吧 好 所以它是文字 因为这个是文字 所以它下面这个东西4.3 它就是视为它是文字 所以靠左对齐 懂了吗 这样大概懂了 可是 可是 我们再往右边去看 你看一下 第一笔的记录 有没有刚好是数字的 好 像这个 这个 有看到吗 它把空气污染指数 PSI 定义为 123 定义为 阿拉伯数字 123 刚刚那个都是定义为 ABC ABC就是文字 123是不是就是数字 好 所以 这个地方要是数字型 然后出现一个减号 请问减号 减号 减号 怎么会是在数字里面呢 所以它就只好把这个减号 这个符号 显示为 A罗 就是 大家应该都是 0到9 这种数字 结果你这边出现一个减号 那就是什么 A罗 同意吗 所以你大概要知道 如果是数字里面 出现了 ABC 出现了符号 那就是错误 请问你文字里面出现 文字类型里面出现数字 是不是错误 当然不是啊 可以吗 如果你的文字类型里面出现 990 那是正确的 可是它会靠左对积 它会把990变成是文字 而不会把它当作是数字处理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关闭并套用吧 关闭这个Power Query并套用 好 我们就回到了什么 Power BI Desktop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看到什么 细小悬浮为例 PM2.5 前面有没有10个码 前面有没有10个码 没有 它不是数字 不是数字 我们把它拿来做分析 只会得到什么结果 次数 次数知道吗 好 就是这个观测站 总共测了多少次 举例来说 我们现在 好 我们就直接画图了 我先做错误示范 这现在开始的动作 你可以不做 因为这是错误示范 好 你看哦 文字类型 这个PM2.5 这细小悬浮为例 左边没有Sigma 它是文字 文字只能做 次数 次数 的统计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 我用群组直条图 去做各线式 各线式 所以这边勾线式 好 我们有很多个线式 的什么呢 PM2.5 打勾 结果它放在图里面 好 没关系 我就刻意把图例 搬到直这边 它也算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然后这个 类别标签把它打开 然后把这个数值 稍微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然后把这个X轴 线式名称 也把字放大一点 好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是高雄市 高雄市 一万三 十三个千 就一万三 高雄市 一万三 你就这样报告出来 别人一听 奇怪了 PM2.5 PM2.5 应该量测出来 是一个 例如说 最多最多 就是十位数 而且 超过35 它就是一个 很恐怖的数字了 结果你现在算出来 是什么 一万三 这代表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一个根本就不合理的数字 然后 这边在算的是 次数 次数 懂吗 你并不是在算 PM2.5的 值是多少 而是在算 有几个观测站 测PM2.5 例如说 高雄市 总共针对PM2.5 测了 一万三千次 我们算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更可怕的是 你以为 你现在算出来 就是标准答案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好 记住 文字只能算 次数 文字只能算 次数 知道吗 请问 请问 我们班的 名字 总共 出现 多少次 就是我们班有 多少的学生 是不是可以拿 姓名来算 可是这个姓名来算 不好 因为姓名会重复 所以就要是拿 学号来算 可以吗 不管是学号也好 姓名也好 这是不是算次数 有听懂 好 所以我们这个PM2.5 显然它不是数值 我就要去转换变成数值 转换变成数值 怎么做呢 好 请点选 请点选 常用底下的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记得编辑查询吗 它叫做Power Query Power Query 然后请往右边移动 卷到 卷到什么 卷到这个 续小悬浮为例 悬浮为例 PM2.5 这个续悬浮为例 PM2.5 点它 点它 我要针对它 它本来是文字 对不对 我要把它转换变成数字 怎么转 转换 这边是不是 因为Power Query 很重要一件事 它就在做ETL T Transfer 就是在做这件事 你不要小看它 将来 将来 如果说你今天 你 你拿到资料 你一定要 适着来去做资料清理 现在我们就在做资料清理 你不做资料清理 最后分析出来的结果一定是错的 可以吗 而且 而且哦 真的资料清理 资料清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个概念 大概哦 我一个计划 我要做资料清理 跟资料分析 假设是一年 我约有四分之三的时间 都花在做资料清理 这件事上面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 loading很重 而且 很不好处理的事情 好 那所以 现在我要去做转换 然后 现在是不是看到 资料类型是文字 文字是不是要把它转换成 请问是小数还是整数 小数 点选小数之后 他说 这个资料哦 你要从文字转换成小数吗 取代现有 请勾选这个取代现有 是的 我要把它取代现有 所以在这边 刚刚这个地方是一个减号 因为我们把它变成123的数值 这个减号 减号怎么会是在阿拉伯数字里面出现呢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减号在这个地方代表什么 某一个县市的观测在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一天 他测得的数值是什么 这边P2.5 他测得的数值是什么 是什么 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 例如说 请问你机器要是坏掉 他去送修 请问他怎么测 他根本就没有测 没有测 你要给他塞一个什么数字 请问 没有测 你要塞给他什么数字 空子 对吧 可不可以用零 你说我人口普查 我去做人口普查 例如说东沙群岛 我没有去做人口普查 我就直接塞给他零 那东沙群岛的居民会不会抗疫 你说我们无人岛 那我住在无人岛 那我是什么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 好 所以这边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这个 error 他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叫做 Nur 就是空值 空值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我们有时候会把那个空值来去 当做是品质检验 如果这个观测站测得出来的数字 有一半都是空值 有一半哦 都是空值 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观测站应该可以休息了 听得懂吗 这台机器一天可以测 一天不能测 那你觉得这测出来的结果 你还相信它吗 好 我只是举这样子的例子 大概让你们知道一下这件事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哦 这边 这边 我们是不是看到这个 error 好 那当我今天做完这件事哦 做完这件事 请你注意一下 未来 我现在是不是做资料转换 这个就叫ETL的T 在做的事情 好 我转换完 请问未来我是不是要位给他 2013年资料进去 我还要不要再做一次这个资料转换 2014年把资料位进去 我还要不要再做一次资料转换 不用了 因为我在Power Query里面 我已经转换过一次 日后所有新资料位进去 都要自动的跑一次资料转换 好不好 当然好啊 你不用动你原始的资料 就是你原始的资料 你还是给我那种乱七八糟 那种 例如说明明整栏都应该是数值 结果你把它位 设成是文字 没关系 我已经答案好了 改一字 一劳永逸 后面资料 后面资料还真的都必须要是 这种错误的方式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观看一下 这边 我们顺便把PM10也改一下 好不好 它隔壁是不是有一个 细小悬负为例 PM10 PM10跟PM2.5 现在我们好像把它改成叫做 IQY 是不是啊 我忘记了那个 那个空气品质的监测 它换那个 换那个指数了 好 其中就是它有评估PM2.5 也有评估10 好 评估这个PM10 好 所以我们现在点到这个 细悬负为例 PM10 然后接下来这边就有看到 资料类型 请改成小数 好 取代现油 我现在只有改了两个 请问里面是不是还有什么 CO2 O3 N NO 或者是 CO2 很多种气体 你是不是每一个都要去做改变 好了 假设我们改完之后呢 麻烦就在常用 来点一下常用 关闭并套用 关闭并套用 上面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叉叉 请点这个关闭并套用 关闭power query 套用到power bi 关闭刚刚的power query 然后他现在是不是说 刚刚是不是52个错误 现在多了 现在变2000多个 现在我只是救回来 救回来两个资料 一个是PM2.5 一个是PM10 好 直接点选关闭 知道这个错误为什么越来越多吗 就是因为他里面那个 代取符号 我们全部都把它做修正 好 点选关闭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刚刚是不是做 各线式的PM2.5 PM2.5 是不是应该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平均值 因为预计算 因为预设它会变成一个 刚刚是不是加总 刚刚它是不是计算次数 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改成平均值 就是这个县市 你看这边第一名 嘉义市有看到吗 它的细小悬浮为例 PM2.5的平均值是43.14 有看到吗 加义市 你们看到是不是也是加义市 这不能鼓掌 这真的不能鼓掌 因为那个 PM2.5要是越大 PM2.5越大的话 其实跟癌症它是有关系的 不过从某种程度来去解释 它是有意义的 不过你有没有看到这边 嘉义市就是排第一名 第二名是谁 高层市 第三名是谁 金门 金门是受到那个大陆那 因为金门距离大陆很近 它是受到那个福建地区 它是受到那个福建地区 的空气污染 有没有问题 算完了 算完了 好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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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请在 请在 这边 这边 我们要去算出它的平均值 平均值 就是高于平均值的 那个PM2.5 的县市有哪些 所以请用 分析 分析 然后 接下来平均值 平均值这边 是不是有一个加入 我们就点加入 可是请你加入的是什么 加入的是细悬浮为例PM2.5的平均 它自动也会帮你选 选 然后 然后 然后请把这个资料标签打开 我要知道这个资料标签 然后 这个值 我希望放在右边 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 接下来麻烦 请把那个字 字 字 字可以变大一点吗 怎么那么小 嗯 字好像不能变大 这个 平均值是多少 看得出来吗 29.18 我这边我已经看不到了 可是 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看得到 29.18 好 全国的平均值是29.18 同意吗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29.18 有没有超过35 没有 而且哦 超过35的 有四个县市 嘉义 高崇 金门 台台什么 台 台 台南市 台南市 好 超过35的 有这四个县市 这个是各位 稍微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第五名 是哪一个县市 第五名是哪一个县市 第五名 第五名 你们有没有算出来 第五名是哪一个县市 在第四名隔壁 第六名的前面 我在讲废话 嘉义县 你会说嘉义是很小 可是嘉义县 也跑不到哪里去 但是嘉义县是不是有一个很重很著名的阿里山 而且如果你去嘉义 现在应该还会多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故宫南越 我去过 我这样从嘉义县政府 然后慢慢晃晃到 晃到故宫南越 20分钟吧 20分钟 好 我跟我的助教就是去那边教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手牵着手 真的可以穿越那个大马路 哇 好漂亮 没有人就是了 也没车 到了故宫南越 也没游客 不要说路客 台客也没有 都没有 就是工作人员 可以了解 还有邻居 因为不用门票嘛 所以就是骑脚踏车的在里面 好 很漂亮 有机会真的一定要去看一看 好 这边有看到吗 这个PM2.5 PM2.5 好 那 那一天是一个斑晚 而且夕阳西下 然后 那个故宫南越的展场是在那个水上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好 值得你一定要去看一看 而且设计非常漂亮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既然做了PM2.5 来去做PM10 PM10 我们来看看PM10 是哪一个县市第一名 要不要猜猜看 所以你们会猜哪一个县市第一名 PM10 你们知道PM2.5跟PM10 因为你们可能不是研究这个 所以我建议你们 你觉得 你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外面都是灰 就是烟雾弥漫 都是那个空气不好 你还会想要出门吗 好 那不出门 那我们是不是假设还是要去选举 那怎么选举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案 我现在一直在想说 你们是不是应该 应该就是 我怎么一直都把 就是政治大选 就是 未来就是要去做政治家 然后政治家是不是都要选举 这跟你们是不是有直接关系 好 所以我只是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这个 这个东西可能还跟你们是蛮有关系 来看一下 最最最 就是空气品质最好的县市是什么 是台东县 可以吧 这我想这无庸置疑 好 那花莲不是也是很有名的空气好吗 在这里 花莲在倒数第四个 所以他也是很好 你看哦 东部地区 花莲 基隆 基隆在很北部了 对不对 而且基隆 基隆的公园 都在山上 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 可不可以想象这件事 基隆的公园都在山 山上 没错 对他们是这样说的 好 然后 这边有看到宜兰 对啊 宜兰也是空气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都是在东部 都是在东部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pm10 因为 好 我就把这个pm2.5放在左边 这边点一下 这边点一下那个 点一下空白地方 然后一样也去画群组直条图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一样勾 线式 各线式的pm10 所以勾选pm10 然后接下来呢 记得要把这个值改成平均值 平均值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去把这个格式 格式改一下 格式改成什么 先把资料标签打开 然后资料标签的字稍微变大一点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看 x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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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文字大小 好 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 这边我们看的是pm10 pm10 第一名是金门 第二名是高雄 第三名是嘉义市 第四名是台南市 第五名是嘉义县 可以吗 请问你们是不是算出来也是这个样子 轴是放现式 然后这边值放的是pm10 这pm10记得要改成平均值 平均值 好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第一名是什么 金门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什么 各县市pm 分析 好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把它平均值呈现出来 所以 所以这边这个各县市pm10的细小全符为例pm10 然后我们用这个分析 分析 分析 然后请显示什么 这边有一个叫平均值加入 然后 然后他这边他就会秀出来这个平均值 记得要把资料标签打开 我想还是去看一下这个资料标签 我要呈现在右边 右边 好 我去看一下pm 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台湾这个地区pm2.5要小于35以下 现在它是符合的 代表空切顶值还不错 然后呢 pm10要小于55以下 所以现在是平均只是51.93 所以还不错 可以吗 但是你要稍微注意 这个前三名 金门 高雄 嘉义市 对不对 都蛮高的 就这五个县是蛮高的 那个嘉义县 再来是什么 彰化 是不是 不是 台南跟嘉义 台南跟嘉义 嘉义在 高雄跟台南之间吗 不是 嘉义在台南的上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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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管怎么样 你大概知道 这是pm2.5 pm2.5 我们可以得到这种情 因为像别的班级 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还可以再拿什么其他开放资料来去算 比如说癌症 癌症发生率 不是癌症死亡率 而是癌症发生率 哪一个县是癌症发生 最多 然后这个县是有什么癌 最多 男生是怎么样 女生是怎么样 就是很像别人在做一个 就是 就是 工位 工位的视觉化报表 这件事情 好了 我们现在 现在先把这个范例先储存起来 现在这个范例里面 对了 我现在是不是要呈现 我 这三年 我现在算另外一个资讯 我现在算另外一个资讯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加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也应该算这样看 各年PM2.5是持续上升 还是持续下降 猜猜看 各位 你现在大概已经知道说 我们的PM2.5 PM2.5 应该会算嘛 对不对 好 那各年的PM2.5 只有按几个按键 我们就算出来了 可是请你先猜猜看 请问一下 您觉得 PM2.5是逐渐上升 还是逐渐下降 逐渐上升 逐渐上升 对不对 因为 你应该会觉得 空气是越来越不好 才对 对不对 对吧 对吧 你觉得要是我去揭露 这些所有的开放资料 然后 然后来去看说 到底哪个线是一直持续在上升 你觉得我去选那个县市的那个主管 县市的那个县长 市长 选得上吗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民众关心的事情 如果空气一直一直在持续上扬 就是空气品质 PM2.5的值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代表就没人关心这一块 没人关心我就用大数据分析把它算出来 然后 据说 这空气品质越来越糟了 应该赶快去做管理了 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这不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就是 就是该注意的事情 好 我们来去看一下 各年 各年 就是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2010年的空气品质资料 2011年的空气品质 2012年的空气品质资料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个PM2.5是不是持续上升 好 首先 首先我要怎么画这张图 三四个按键 我们就做完了 所以空白地方 点一下 接下来我们还是用 用 就要是用折线图 为什么用折线图 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资料啊 好 所以我们这边是不是要选 请问我们要选择的是跟日期 因为是各年 各年的 好 那请问你 这边是不是检测日期 所以我们是不是勾监测日期 勾了监测日期之后 勾了监测日期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去勾什么 PM2.5 对不对 勾系悬浮为例 PM2.5 打勾 这边我们看到 它不是 它不是逐界上升 2010到2011它是上升 可是2011到2012它是下降 所以 所以 这三年 应该说叫做震荡 震荡 我们在统计里面的趋势件 就是一条水平线 可以了解吗 可以了解吗 就是有上下起伏 而且资料很少 所以我们不能说 它是有上升或者是下降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应该说它是微伏下降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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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地方变到这个地方 我们还没有算对 你看这边算出来是82万 82万是不对的 各位 PM2.5 是不是维持在35以下的那个数字 你不能换了一个棉来去算 那个值就变成82万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值 改成什么 平均值 可是 其实所得到的应该是一样 你看这边 这边是不是30 不到31 这边 是不是变成不到32 这边呢 28点 点多 可以吗 9万会差异很大吗 从 31 降下来 变成28 这 你可以这样讲 其实它有微伏的下降 我不想你们理不理解 假设建中 就是 班上的学生 班上的学生 我记得是这样 全班平均分数 98分 你要从 99分 进步到 99.1分 哇 那要付出的A 那要 花的努力 其实是很大的 可以理解 那 其实现在的PM2.5 它就是 反正不管怎么样 固定就是这样子 就是 例如说在30左右 然后 可是现在 2012年 是不是下降到这边 可以吗 好 所以 因为只有三期 所以我们这样看不太好看 根据把它变成一个群组织条图 所以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它就是 这边有微伏上扬 然后再下降 好 那 这个时候 自动分期是不是很重要 请问一下 这别人弱模已经写完了 我只是 去验证复合一下 它 是不是这样子的结果 发现一模一样 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好 因为这资料是我去环保署 然后 那个 毒品 毒品 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 毒气管制 什么什么 内阁所 的那个所长 坐在底下听 听我这样子来去报告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这也不是我 厉害 是因为那篇论文 他写什么气体 跟什么气体有关 我就刻意的去挑 这个PM2.5 跟哪几个气体 还真的发生了 直接的问题 因为人家都已经报道出来 人家论文所写的一定都是 都是 你再怎么重复性的 比对一定都是正确的 不太可能会插到什么地方去 好 所以你在这边 你有没有发现 以各年来做分析 现在你看到这张报表 你就应该滑鼠右键点它 然后再去做什么 分析 分析说明增加的情形 可是 这边有好多气体 都是文字 文字是不能够分析的 了解 所以记得 你要做这件事之前 请你先把这边的这些什么 什么 二氧化碳 CO 下降 CO2 先把它转换成文字 好 请问一下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去做这样子 要分析 我现在呢 我现在是不是有各年的资料在这里 然后我也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资料 因为你们现在是学士还是硕士 学士比较多 是不是 就有念硕士的请举手 现在在念硕班的 好 还是有嘛 对不对 好 现在应该都是大学生嘛 所以说不定你将来如果你有兴趣 政治医学 听得懂吗 这是也值得成立的一个新的 新的那个 新的一个系数 好 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假设我现在 我现在呢 我显示资料的标签 这个资料标签 好 那我把这个资料值呈现大一点点 然后你去看一下 看一下 30.9到31.9到28.3 好 应该看出来这个数字的变化 那我想请你们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这是从年的角度来去看 我可不可以看那个淡季旺季 PM2.5有没有淡季旺季 好 请问如果我想要去看淡季旺季 我是用这个 这个叫多向下探索 还是用连续向下探索 这边有一条横线嘛 所以它是连着在一起的 所以我是要用多向下探索 还是连续向下探索 是不是多向下探索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2010年第一季 平均值 跟2011年平均值 跟2012年平均值 然后的平均 可以吗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是 这告诉我们什么是 这告诉我们什么是 July July最低 August 也蛮低的 可以吗 请问这三个月 是不是一年之中最热的 是吧 就天气越热 PM2.5 越低 如果将来我再带我的学生 我就说 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我先告诉他说 这个这个中间一定有很多的道理 例如说 假设我们今天去研究一个癌症 我从那个视觉上 我先告诉你 有什么现象 这些都是现象 这些现象重不重要 很重要 好 那接下来你要不要去研究一下 把它 为什么会变成是这样去搞懂 这就是研究啊 这就是我们生物上面的研究是这样子 你不觉得吗 还蛮有趣的 解开之后 是不是就很好 解不开 硕班还是可以毕业 真的 可是博班就不能毕业了 硕班跟博班就是有差别 看到现象 看到现象之后 你要把这个谜给解开了 好 希望 希望 因为我喜欢做这样子的研究 就是说 我想要知道说 探究这其中的奥妙 可是在之前 我很想 我很喜欢知道说 这个事情到底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好 天气热 PM2.5 反而比较低 热 不是脏吗 怎么会变成 P2.5 反而是 小 反正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 值得我们来去研究一下的 因为 请问你现在看到这种情形是真实的现象 对不对 当然 对啊 我拿的是 環保署提供出来的开放资料啊 除非 这套工具 有问题 有问题 好 因为它没有什么问题 你现在这样子来去分析 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不是最冷的时候最最高 但是也是那个你知道这个二月炸暖还寒时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它最高 好了 不管怎么样 能不能勾请你对于那个研究 学术研究的兴趣 好 我觉得这很重要 也希望说 请你们以后 请你们以后 在发表那个新闻之前 你先算算看 你用数字来去解释 你现在所看到的事情 我觉得对你们来说是好事 好 我就先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边我还是先恢复到2017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好 然后 各年 其实既然打开到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 我还是要请你们去看一张图 例如说各年的主要县市 主要县市不是这一张吗 所以我就常用底下复制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贴上 贴上 这边常用底下贴上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希望把35以下的城市 先拿掉 就是我们只比主要城市 PM2.5的变化 因为我这边是不是已经用了比例 平均值 我这边是不是已经用了平均值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先把它过滤 怎么过滤呢 就是这个值 细小悬负为例 PM2.5的平均值 我要什么 我要秀 大于35的 因为我说嘛 这个细小悬负为例 大于35 这是不是比较 比较有问题的 限制 可以吗 而且我已经用平均值来去看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点20 多少 2010年 2010年 你看只有台南市 台南市是高于过往 高于过往的平均表现 可以吗 但是没有高很多 没有高到超过前一个名次 所以应该还可以接受 再接下来 2011年 有没有看到 2011年 你看到这件事情 是不是 四个县市都超过平均值的表现 就是 这个四个县市的平 原本历年来的平均表现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四个县市在2011年 它的PM2.5 指数是上升的 再接下来到 20 20 1 2 年 四个县市都是下降的 可以吗 这样子分析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管理的绩效 管理的指标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2011年之后的2012年 是有在管理的 就是PM2.5是受到管理这件事情 好 我记得政治的 智 智者管理也 管理众人之事 未知正 对不对 我觉得以前 这好像 还是我在被三民主义的时候留下来的概念 真的 我只有三民主义这两本 尤其是第一本 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把他背完 因为他投资报酬率太高了 好 可以吗 那我们就接下来继续看咯 这边 是不是 20 只有2010年的资料 2011年 2012年 有没有2013年资料 没有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先把这一个资料先储存起来咯 我就叫档案另存新档 我一样放在下载里面 我要取名叫做什么 叫做空气品质分析2019-1030 可以吗 我先取这个名字 储存起来 储存起来 好 然后接下来我先把这个档案先关掉 可以吗 其实不关也无所谓啦 请问一下 我刚是不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了 2013年1月1号到12月31号的空气品质日监测值的资料 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呢 好像他放在最下面 好吧 好吧 那我就 这边 这边 他叫做2019 1030 19448 有看到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要去做解压缩 解压缩 好 解压缩到这个地方 然后他会放在最下面 最下面 最下面 你看这边是不是2013年1月份的空气品质日监测值 2月3月一直到12月 可以哦 回到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是不是有2010 2011 2012 这三年资料 我就直接贴在这边贴上 可以吗 当我今天我有新的资料 我是不是直接用复制贴上 然后贴到那个指定的资料夹 这样就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吧 那我的视觉化报表 是不是只要按一个按钮 叫重新整理做完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是吧 好 这边我们现在有看到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我现在刻意把这个字 有看到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可是有没有2013年 没有啊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只要做什么事情 常用底下的 重新整理 喝一下水 马上做好 可以吗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帅不帅 帅吧 真的可以节省好多好多时间 所以不要再用Excel 真的 因为Excel 它就是只能帮你 算那个单一张资料表 我觉得说还蛮OK的 但是当你要去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 可能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重新整理的时候 它这个数字 从2500多 是不是又变到3300多 为什么 为什么 刚刚我不是问我们班长 一位帅哥吗 上次坐这位置的人 他今天就没来了 好 不过 我相信 他今天晚上 应该是有客 你看连星期五晚上都会跑过来 我刚刚不是有问一位帅哥吗 就说 好像有外国的血统 你 是不是 请问 为什么这边从2500会变到3300 不过你下次不出现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课就要结束了 为什么从2500会变到3300 因为 我现在是不是加进去2013年的资料 他里面 仍然PM2.5跟PM10 是会有错误的资料 可以吗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 就增加出来的800笔的错误资料 好我现在关闭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直接帮我算出来了 而且呢 而且在这个地方 你应该会发现 2013年 他又上升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都维持在35以下 这是好事 因为你不能要求 例如说好了 你去管理 你去管理 然后说第一年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然后就处罚 那第二年如果 虽然达不到 但是他努力追到98% 这个时候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代表说 他其实有在慢慢的达到中 这是好事哦 可以吗 看来我们今天应该可以准时下课了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不是要讲一堆东西 而是告诉你说 假设我现在我有48个档案 而且我是分两批 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把2014年的PM2.5跟PM10算出来 会吧 你根本就不用算 你只要怎么样 会去环保署的那个空气 环境资源资料库去下载 2014年1月到12月的空气品质日间测值 然后解压缩 解压缩完毕之后 放到什么 指定的资料夹 在POW BI这边 记得按重新整理 你是不是就算完了 同意吗 好所以还有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那如果您愿意的话 如果您愿意 你可以去画一个 真的是 真的是大气开合 波澜壮阔的 空气品质日间测值 因为它可以往前推20年 有听懂 它上面资料它是这样写的 您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 我们到那个空气品质日间测值 不晓得还有没有连线 环境资源资 应该没有连线了 有 好接下来的资料下载这边 您看这边最早最早到什么时候 1894年 各位知道1894年 那年发生什么事情啊 对啊 对吧 明天是什么日子 不重要 1894年很重要耶 1984 1985也很重要 还有一部电影 再讲1985 1894年真的很重要耶 回去Google一下好不好 可是 请问一下今年是几年啊 2019年 对不对 算算看 这边的资料 一百多年耶 我也相信不太可能 但是 值不值得你 如果愿意 如果你愿意 为什么不去看一看呢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顺便去看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 说什么要 要什么被核能 然后建什么火力八面 可以把某一个市长给换掉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 那一年的那个县市 到底空气品质多糟糕 你应该会有兴趣知道吧 你不要过度的相信那个 那个电视的新闻的报道 那个我觉得有好多报道 全部都已经就是 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 假设 假设我今天 我 可不可以这样到那个 例如说Google搜寻引擎 把这几个选举的政治家名字 全部调出来 然后看看谁的热度最高 热度 还有什么 话题是什么 还有就是他们的政见主轴是什么 全部都调出来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好 各位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说你们大概了解 那我现在稍微给你们 我就下载一个月的资料 下载一个月资料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嘛 他现在最后最后的资料到 2018年 2018年几月 12月 也就是2019年资料还没有公布 为什么 这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不公布即时的资料 因为现在大数据分析 希望说我们直接连 直接连资料库我们叫做API 然后资料库只要一有资料 我们图就画完了 就是你直接去看那个图 我们要的是即时性掌控 有点像股市分析的那个走势图 好 我现在给你看一下 2018年1月 我只下载一个月 2018年的1月 好 就是开始是2018年1月 结束是2018年1月 搜寻 这个搜寻 然后接下来空气品值日监测值加号 接下来呢 他告诉我还是约1mg 好 4 然后O 8 J4 G 然后送出 下载 我只是要给你们看一件事情 好 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现在只有一个月 这个档案现在只有一个月 可是我要跟你讲 就是说 它的资料 这个一个月的资料 2019年1030 然后 8.52分18秒下载 所以我现在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之后 里面就只有一个月的资料 这一个月资料 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这个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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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吗 它的标题乱掉了 所以 所以在这个地方 建议你把这个前面的标题全部删掉 然后去抠2010年的这个资料 第一列 标题列的资料 把它贴在这个地方 上面全部都清掉 你这样就可以继续做分析 再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请问一下 假设以前我们很重视 很重视 你觉得以前会不会重视酸 会不会重视雨 就是空气品质日监测值里面 会不会有酸雨的浓度检测值 可能不会有 但是后来是不是说 这个酸雨很重要 所以是不是又加起来 所以这个栏位数会变动 那对于我们的资料分析 或合并资料 会不会有影响 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去再去研究的 可以吗 如果真的有影响 你就必须要真的去做资料清理 就是power clearing 好了 不过在这个地方 今天 今天介绍这个范例 至少让你可以理解一件事 假设我们有三年的资料 然后是不是可以一口气 直接把它合并进来做资料分析 对不对 有感觉到这件事情吗 然后你到时候再为第四年的资料 再为第五年资料进去 是不是也是很快可以得到结果 这没有问题了 好 在上一个范例 我们再介绍那个登革热 登革热跟什么资料 登革热跟人口数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把两个资料 一定要先取得key 取得关键栏 然后把它关联起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再来 在之前我们是不是又也跟各位分享 就是说 进货这张资料表跟退货资料表 怎么去做关联 是不是也很重要 在更早之前 一刚开始先告诉你 一张资料表 一张资料表是什么意思呢 一张资料表 他本身其实他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粉丝了 可以吗 所以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 能够再回忆一下 这些真的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我的课程内容呢 课程内容的部分 其实我还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要跟你来去分享 像刚刚是不是看到那个 气候 气候越高 我们的PM2.5是越低的 那这两者之间 是不是可以有存在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去做类别型的资料的一个简定 然后接下来呢 怎么去做卡方简定 在我们的Power BI 它是要用R或者是Python 来去写指令的 因为别人都已经帮你写好了 就像以下 以下 你是不是就输入TTtest Ttest 这个 简定 好 这个很适 那如果说你今天做的是那个 连续型的资料分析 对不起 你做的是CHI Test 卡方简定 如果说你今天做的是 连续型的资料 两个年 有没有关系 你就要做连续型分析 连续型分析 做Ttest 好 还有还有我希望真的日后如果真的有机会 你一定要去听听看 像例如说如何从Python 写 爬从城市 然后去爬网路上的新闻 这些真的都不难 我在台东大学 我就在教他们做这件事 他只要用我写好的城市 然后去抠 而且你们的那个讲义后面 已经有附上城市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来去做 好 这是杜普他老人家 出自于奉赠为左城帐 22月 这里面他写一大堆的内容 这他老人家的特色 智传 智传把他写成一本书 然后呈现给 给那个皇帝来去看 然后拜托左丞相 陈皇帝观看 这只是他写的 很多很多的文章里面的两句话 我就很喜欢 他说 读书破万绝 下笔如有神 他说他自己 他自己 他这一个人 他这一个人 读书 他会一直读 一直读 甚至把书给读破掉 好 然后呢 这样子的记录 这样子的记录 我只有一本 那一本就是三民主义 真的读破掉了 好 因为每个字都把他背起来 好 然后 写文章才会如有神助 就是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 那我就会想说 这么优秀的人 还这么努力 这是值得我们家属 真的 这个你们 让我到处去跟我的学弟学妹说 你看哦 我去政治大学星期晚上哦 他们真的很认真在学习 好 希望未来 未来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希望您能够在大数据的领域里面呢 可以透过可以占一席之地 然后就是用这个工具来去做一些分析 然后让管理更好 或者是或者是政治把它做得更好一点 好那我想我们就先上到这边咯 那期待这不是结束 这应该是一个开始 因为我网络上有那么多课程嘛 好我们今天就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